小伙发现一条透明丝带在游泳 舞姿十分漂亮 还能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 大海中生活着很多外形奇特的生物 一名小伙在水下探险的时候 发现了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一条透明的丝带正在水中游泳 细长的身躯呈现S型摆动 舞姿十分漂亮 直觉告诉小伙 眼前这种东西应该是一种生物 于是小伙子靠近观察 发现这条透明丝带边缘 还散发着五彩光芒 看起来就像一根RGB灯条 美轮美奂 它的身体上面还附带着一些小鱼小虾 当这条丝带团成一团的时候 样子更加五彩缤纷了 后来小伙子查与资料得知 眼前这种奇怪生物的名称 叫做爱神带水母 也被称为维纳斯的腰带 它是治水母门带水母木 一种带形治水母 爱神带水母身长在0.8到1.5米左右 一般分布在大西洋 太平洋 地中海 以及南极海域 这种动物浑身透明 它对一种身长一米多的动物来说 十分不可思议 有时候爱神带水母在夜晚 会发出五彩斑斓的生物光 有一种理论认为 这是一种防御手段 当它们遭受到威胁的时候 其体内的蛋白质 就会发出特定的光芒 爱神带水母的质带分布在条带一侧 而开口在另外一侧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爱神带水母通过身体的扭动 和鲜毛来游动 但事实上 治水母们动物并不擅长游泳 它们只能依靠水流的能量 随波逐流 虽然爱神带水母的外形 爱神带水母遇到捕食者攻击 或者人类的触碰 它们的身体很容易碎裂成小块 很难想象 如此脆弱的物种 是如何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中生存下来的 爱神带水母的主要食物 是一些小型浮游动物 一旦被鲜毛状细胞捉住 这些小动物只能成为美食了 大自然就是这样神奇 一些动物总是能够惊艳到人类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